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我邀請到兩個超可愛的美女來喔 來,先借我介紹一下 借我介紹 我看到你們就變可愛了好不好 你是誰? 我是妮妮 天菜的最愛 她是妮妮 今天來的都不是空姐 這是我另外一份工作 就是直播上 然後Youtube的朋友 然後 阿阿,我是許妤 害羞的許妤 她剛剛就非常安靜了 是你吧 我今天邀他們兩個來了 因為我有一個問題 覺得現在有很多聊天軟體 然後有很多那種就是配對軟體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認識朋友或認識人 然後甚至就是可以有進一步的接觸 我這樣會太18禁嗎? 應該不會吧 就是就是 一起之後就可以幹嘛 算了算了算 好,這個東西就是遊戲 因為我打遊戲嘛 那他們兩個也打遊戲 而且這個人應該打得比我們狂很多吧 之前真的狂很多 剛剛還有當過選手 對,他有當過選手 現在手遊很行 大家都會玩手遊 所以你們有沒有可能在手遊上 小小的 不小心的給他心動了一下 就是不認識的人 我要講 就是我國小的時候 國小 小小年紀還不懂愛 我這個時候呢 國小的時候玩一款線上遊戲 要培養的 陪伴的 有家族的啊 有公會的 超 可以結婚的 可以結婚的 通常還會有說什麼結婚禮服的那種 就是這種遊戲比較容易讓人家有戀愛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呢 我們那一款遊戲 他會有一個誤告欄 就是他上面會每天更新排名 整個伺服器的排名 就是第一名 他會把你的名字打上去 然後你點下去 你就會看到他的等級裝備 然後他的伴侶是誰 對對對 所以他那個誤告欄裡面的名次是非常重要 就是公會站 他會在有一個 像是一個大廳裡面 然後打完之後 他會馬上出來就更新那個誤告欄 所以我們每次出來都會看一下那個報告欄 而且我們伺服器是那種很前面的伺服器 就是比較熱門的那種伺服器 他是裡面的第一名 第一名 然後人家點進去看他來的公婚 然後這個後來 他扮女生 就是你這樣 我沒有跟他結婚 你跟他結婚 我才國小欸 不是 國小在遊戲可以結婚 不行啦 那個時候小小年紀 不好意思這樣 結婚怎麼辦 對小孩真的會想很多 他是不是很公開的 對我表達 他很愛 就是因為 那妳都沒見過 沒見過 我們沒見過 而且我覺得以前就是 很專業 廣播器 你我愛你 對 那就是以前我們也沒有什麼 比較沒有那種 通訊軟體之類的 所以就是都是在上面私訊聊天 所以我們也沒看過對方的照片 但他就覺得我很怕 而且那時候我才國小 他那時候我記得已經是28歲的 這段可以過嗎 還28歲 妳是不是騙人家 妳不是國小 小小年紀不會騙的 不懂愛情 也不懂騙人 我那時候就跟他說我國小 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不是想犯法 天啊 那他ID叫什麼當時 當時 不行講啊 快點啦 他的名字有個爺 爺爺 好中二 最後結束的很讓我難受是 他那時候就是上線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是他最後一次上線了 然後他說 他把他所有的帳號都給我 然後就是希望我以後可以過得好 好啦所以那我們總整一下一個東西 就是說 伺服器第一名其實很重要 還蠻重要的 這是一個小小虛榮感 對我覺得很重要 然後陪伴 就一起玩 練等啊 工會啊 這是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一樣的工會 對一樣的工會 我也是在國小欸 我跟你講這還在國小欸 因為長大之後其實就不太會 成熟一點 可是我現在都是現在欸 不要玩手吧 沒有 因為我國小在阿根廷 所以我就沒有手遊 然後在美國也沒有玩手遊 回來就是 亞洲的時候才開始有手遊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承認了 但是你現在開始覺得很新鮮 我覺得很新鮮 我覺得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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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在網路上愛上別人 那我以前比較容易就是 主動去追別人 但現在不會 真的假的 你國小這麼主動喔 可是主動很好 主動是有自主權欸 沒有 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很喜歡他 其實喜歡他 是因為他那個遊戲的Ski 長得很好看 Ski很好看 對然後又蠻高等 然後又會陪我練 等一下 你認識他嗎 都不知道對方長什麼樣 完全都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我很喜歡他 我就送他 戀著戒指 還是我送他 你送他戀著戒指 太出戒指了 怎麼出戒指的錢 這個我當講這個誇張 就是某一天 我突然間發現 就是戒指的功效 沒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的眼睛沒有改成水汪汪的 所以我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就因為眼睛沒有改成水汪汪的 超大眼的 跟他說 好痛 你本人眼睛就水汪汪的 你水汪汪的 你剛看的他 所以他為了這個跟你離婚喔 對然後就沒了 那你那時候真的就是很喜歡他就對了 你有難過嗎 就是也還好就算了這樣 好那我們再總和一下我 右手邊許餘的條件 就是說第一個 你在遊戲裡面造型浮誇 點數除得多 好啦總結就是點數除得多 現在不一樣 現在會喜歡玩的比較強的人 技術型的吧 你知道我啊 就之前有玩一款手遊 我就是每天上線 有一個人都會送我一朵玫瑰花 每天醒來 在送我 我等一下 我是 他會送不了我 這是八 80年代的故事 每人送一朵玫瑰花 欸很感人欸 想開手遊 想開手遊 那時候我已經做實況主了 然後我要結婚 然後因為就是工商嘛 又要結婚 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友好度才能結婚 所以呢 他可能要送我玫瑰花 可不可以這個人已經結婚了啦 現在 真實結婚 真實結婚 因為這個人就是傻梗啊 哈哈哈 大家不要介意好不好 這段陌修一下 有狗 有狗 這個人是 不會贏餐 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習慣欸 對 譬如說你每天會有一個美日任務 那他如果每天陪你去打這個副本 如果他今天突然不能上線呢 你就會覺得欸 好空虛喔 少了一個人 別人玩遊戲很古妙 對啊 就是習慣的養成 好那我們可以講出三大點嗎 因為有些人玩交友軟體 他還是要放照片嘛 對不對 他還是要先看他的條件 但是遊戲卻可以不需要任何東西 你就可以有那種化學作用愛上你 所以我覺得因為遊戲 是因為目的性沒有那麼強 但是交友軟體 你可能一開始目的性那麼強的時候 就是我要交友軟體 像我就不會玩交友軟體 是因為我覺得說 這樣感覺說你認識對方就是 想要交往或是想要進一步認識 但是玩遊戲就是 兩個人是很開心的一起 我們一起打任務啊 一起解副本啊 所以一開始不會抱著那麼多 複雜的想法 所以你這樣 對所以這樣可以比較順其自然的 認識對方 那我們整理三點 三點最重要的 可以讓女生喜歡上你的點 第一點 我覺得戰力高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可能因為我們玩遊戲的女生 玩比較久可能就是 勝負心其實也比較強一點 我也會希望我自己在遊戲裡面 玩得好 強一點啊 就是我當然會希望說 我的裝備要好一點 我當然就會為了這件事 而去努力 好那我要講一個 身上有稀有物品 就譬如說買不到的東西 或是整個伺服器只有一兩 就像我們的那個 婚紗 西裝 對 對我告訴你 你完全只要帶著那個東西 然後你就站在那個中間點 你只要放一個晚上 站在那邊還會覺得爆 然後再來 要玩得搶嗎 玩得搶就是技術 技術系 好然後再來我覺得還有一點啦 陪伴 真的 真的 就是習慣 真的陪伴會變成一個習慣 很難戒掉 會不會我現在講完 就一堆人趕快去找一個遊戲 然後趕快去找一個工會 然後陪伴 但我可以講一個真人的故事 在現實時候用是一個魯蛇 就是工作什麼都平平 長相也是平平 因為大家可能會想說這種故事 美好的故事都覺得說 他一定是高富帥或什麼 我也要先講一下人設 他真的是就是跟一般人 真的沒什麼兩樣 跟那個女生就是都會陪他去練燈啊 然後就是很用心 就是每天都準備一些小驚奇 就像那種送玫瑰花或什麼 他就是準備小驚奇給他 但我現在已經結婚生一個小孩了 然後他女生是一個王妹 我覺得會啊 我覺得會 我覺得這種事情會 就很有可能發在我身上 天菜閃婚了 我真的都完全不意外 不是啦 就因為他跟我就是很認識 然後我講的話 他都會先揍一下眉頭說 為什麼跟你的形象很不符 你們都可能覺得說天菜好像在做小驚奇 像他那個QA 你們有沒有覺得說他一定是為了說 要接遊戲工商才這麼久 沒有話是真實這樣 我是真實啊 不對很想敲他耶 我的身體是多少土豪跟富商啊 你們不開什麼玩笑 沒有他現在就是 就是在都市待久 想要去想想 沒有我就真的喜歡 好啦反正我們整理出來這個 但是呢我們今天講完這個東西 其實等一下是要有其他男生 會看我們的說法 然後來反駁我們 或是覺得我們說的對不對 但我覺得我們說的很對 所以應該也不要這樣 我覺得很中立耶 從國小到現在十年的經驗 告訴大家了啦 好我們剛剛講的東西呢 以上基本上比如說戰力啦 家族 家族 家族是公會 公會 陪伴 還有咧 裝備 結婚 結婚 結婚很重要 對結婚系統 這些東西在 預健身週這一款手遊裡面都有 如果你們想試試看啊 可以趕快去下載喔 立馬下載 對趕快下載 因為我們也會玩喔 嗯 我覺得比較軟體的效果會更好 那拜託就是 結果還是要回韓房第一 刷下去就對了 好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呢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也訂閱 還有 謝謝許芸 好大家掰掰 掰掰 雖然不喜歡就算了吧 結婚的 可以結婚的 我這輩子沒有在網絡店上跟別人結婚過 欸好可怕喔 28歲騙小學生 這個太扯了 天哪 我感人 欸可是他只是小學生 還是不OK 我就當感人 真的欸小學生 欸小學生 28歲 在那邊搞一個小學生 欸台灣以前小學生已經可以結婚生子了 我怕他就被結婚了 12歲就嫁人了 欸小學生 小學生好好騙喔 現在也是 小學生 那我現在就來做一個 我現在就來做一個 我現在來做一個遊戲 咬麵 乾爹啊 這就是找乾爹 不是 我想這樣 我是不太喜歡台女的講法 有一個人都會送你賭的一個話 就是女性 女生的女性 可敬的女性 可敬的女性 可敬的對手 但我只是要說一件事 就是 小學生 兩個都小學生 就在那邊線上跟那種成年男子 在那邊 欸真的不要學 好不好 然後那些大人喔 不要做這種事 社會新聞都這樣來 然後我先下載一點 現在最流行的 現在最流行的遊戲 現在最流行的遊戲是什麼 玉劍神舟 玉劍神舟